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来关心目前台风的最新动态 这个中度台风呢 梅花目前可以说是缓步逼近 那么还让台风警报在刚刚五点半中已经发布了 继续的时间我们要交给立刚 要先请教立刚的事 我们从他的这个动线图来看 是不是这次影响比较大的是北部 它的风雨个会有多大呢 交给你 好的 秀芳 这秀芳你问到说这个影响部分来说 台风现在是朝偏西的走 目前看来好像是直赴台湾 不过到了明天的早上开始呢 随着台风到了太平洋高压边缘之后呢 将会有逐渐北转的趋势 不过秀芳你问到说影响最大是不是北部 北部影响的确是最大 第一个阵风会偏强 因为会西北风吹进来 第二个降雨形态来说会比较明显 倒是中南部地区的天气形态来说呢 在明天的时候只有山区有点短暂正雨 不过秀芳讲到这部分呢 我们倒是来看一下 各地在明天的时候的天气状况将会是如何了 倒是台风警报已经发布了 要提醒您现在海边的风浪 北部海域的风浪将会随着今天晚上开始逐渐的增大 提醒您要特别注意了 不过梅花呢 是跟我们擦身而过 在北部海域方面来说是海上警戒的范围 看看全台湾 明天的时候呢 北部地区的朋友会发现不会跟今天一样了 第一个会下雨了 第二个阵风会偏强了 倒是高温的部分大约下降有四度之多 不会像今天这么热了 而中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是 整个海边的部分的阵风会随着比较偏西北风下来 地形的作用 所以沿海的阵风会比较偏强 而南部的朋友呢 明天的风向来说也是偏西北风下来 高温也下降一些 大约两度左右 倒是山区部分呢 云层量多了 会有些短暂争雨 可是啊过了中央山脉的东侧面的花莲跟台东啊 这两个地方的朋友你要注意哦 天气晴朗 但是可能会有焚风的现象发生 高温在花东地区可是会达到35度呢 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注意到卫星云图 在台北的正东方海面 大约在750公里的海面上 台风也清晰可见 而这个台风呢 走的速度很慢 为什么慢呢 因为最重要是北边是太平洋高压 整个台风移动的速度在前几个小时速度 甚至低于10公里以下 大约只有在8到5公里的速度 台风一般走的更慢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增强 一个可能要转向 现在目前看来增强的幅度空间不大了 因为超过北纬25了 但是转向的空间倒是开始要出现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路径了 先注意到现在这个时候它的强度又减弱了 只有中心风速每秒43 暴风半径280公里 速度只有8公里 开始有点朝西北西的方向 以目前我们预估到了明天的傍晚的时刻 通过琉球群岛之后 开始逐渐有北边的趋势 什么原因 看看北方高压 高压的形状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台风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将会逐渐的北边 而到了周五傍晚 周六傍晚 将会逐渐的往西北之后 再转偏北北西的方向移动 礼拜天就接近到上海去了 所以对我们的天气来说呢 在台风的暴风圈的边缘 刚好大约在我们近海100公里左右通过 所以呢 整个暴风圈都会在海面上通过 再来我们看到这个云层呢 都主要的暴风环流都是在这个暴风圈以内 所以呢 对我们台湾的影响来说 北部地区的降雨来说 明后两天会明显 礼拜天台风北上中 北部的雨少了 倒是南边呢 会有些西南风上来 带进来一些水气 倒是南部地区会有些震雨的状况 所以要提醒您在明天后天 海边风浪大 特别注意 小丁您给您个提醒了 近海风浪大哦 海上警报发布了 请不要前往现场交还给秀方